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市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社评 我看天下大小事 德州州长就职 连任三届12年至德州州长艾伯特 周二在首都奥斯丁就任第三届州长职务 在其演说中最令人耀眼的是 德州去年有3300亿只税收盈役 他说这些钱是属于大家的 而不是政府所拥有的 现年65岁坐在轮椅上的州长表示 他将继续支持父母有选择子女学校之权利 他更要加强边境治安 阻止更多非法居民进入德州 同时要改进德州的供电系统 是他对选民之竞选承诺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艾伯特州长交出之量力成绩单 比起其他州财政赤子珍视不可同日而遇 德州经济在艾伯特州长之主持下 目前是居于全国之首位 尤其是奥斯丁休斯顿在他的大力号召之下 许多大型企业纷纷迁入 尤其是能源医学皆是全国之牛耳 当世界从疫情之灾难中走出来 我们必须向当地政府呼吁 要多照顾好弱小企业及人民 他们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而且是苦难的群体 感谢您的支持